2018年,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80.7岁,其中男性77.5岁,女性84岁。 换句话说,如果是在65岁退休,未来仍有10到20年的引发岁月。 许多人以为退休就是享福,含义弄孙,不需要规划练习,或是幻想要等到退休再来圆梦,或是从事某项兴趣,却忽略了年纪大之后的体力与脑力的限制。 退休后,存款只出不尽,是许多人对退休金没有安全感的原因之一。 谈到退休,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要提早准备退休金,以及因应退休后截然不同风险承受力的稳健投资之外。 退休练习曲的作者江玉成也在书中提醒,拥有精彩而富足的退休生活,并不需要花大钱,精神层面上也需要重视。 而大部分的人都忽略了另一项关键,那就是退休的生活规划。 许多人从职场上退下来,没了工作、头衔、生活运时失去重心。 不少老年忧郁症个案,都是在退休后发生的。 健保署统计资料显示,2018年,台湾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服用抗忧郁剂比率达到12%, 也就表示10个长者之中就有一位服用抗忧郁剂。 而这些,还不包含没有就医的数据。 退休生活如果欠缺规划,不但家庭关系出现紧张,生命也会渐渐失去活力,自然容易忧郁上升。 退休必须先彻底归零,然后才能重新开机。 退休之前,我们靠职业为生,退休之后,必须靠兴趣为生。 兴趣和运动一样,都必须提早培养。 但天生就知道自己兴趣是什么的人并不多, 可以透过最简单的事物,慢慢就会自然对焦。 找寻兴趣需要一段时间,因此要提早开始尝试、练习,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兴趣。 提前热身,是水温,是达到美好退休人生的入场券。 要怎么样? 不和社会脱节,又能保持人际互动,打造热灵和乐活生活。 是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,包括健康、家人、财富、生活安排。 而面对退休安排,一定要有一种警觉,那就是,我们都只有一次的机会。 70岁的你,可能会感叹,早知道,但是已无奈,回不了头了。 依照一万小时刻意的练习,可以变成专家的概念。 在法定退休年龄,65岁之前,就要花一万个小时来磨练兴趣。 假设每天有二到三个小时的融入和体会的时间, 这样总共需要花十到十五年,才能达到一万个小时。 所以最佳探索时间的落点,大约会在五十岁。 所以建议在五十岁的时候,就要开始启动人生的退休练习曲, 并且以一万小时法则练习规划自己的兴趣。 每个人,有两次的黄金十年,一次是潜力无限的十到二十岁之间, 一次是无拘无束的六十五到七十五岁, 减去后五年,必须面对衰老,病痛期。 人生最醇厚,最精华的岁月,就是在告别职场之后的十年。 那该如何才能把握好这人生的黄金十年呢? 首先就是弹性调整时间,为退休练习做准备。 退休练习曲最重要的练习,就是时间的分配, 弹性调整工作和兴趣的比重。 为了让退休专案可以落实,当工作和兴趣冲突的时候, 前五年以工作优先,后五年则可以慢慢调整为以兴趣优先。 再来是兴趣的培养,可以依依梦想,专案延伸,食用,健康, 选择兴趣,比如动态的登山,打球,瑜伽,骑单车,舞蹈, 露营,单动态的园艺,烹饪,旅行,乐器,志工活动,摄影。 静态的音乐,书法,艺术,学语文,插花,编织,手作,阅读。 可以参加多种以静态动态区分,或是以室内户外区分的多元兴趣, 让自己可以动静平衡,并且可以随时自由转换轨道, 让生活的精彩度和丰富度提升,也可以找伴一起参与,一起分享心得和喜悦, 顺道克服自己,学习上可能会出现的惰性。 怎么寻找自己兴趣呢? 在亲友聚餐的时候,不妨可以彼此问问,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, 可以跟着去尝试, 从周遭亲近的人所喜好的兴趣, 去拓展自己的视野, 或是每个礼拜, 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, 挑战一件没有做过的事情, 或是没有去过的地方。 人是惯性动物, 只要再强迫自己去接触陌生的环境, 或是体验, 整个人才会因为有新鲜感, 而感受到心跳加快, 等等的生理反应。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其实点, 让自己对某件事物因为新鲜, 因为好奇, 而产生新的兴趣。 当你发现有一件事, 无论重复几次去做, 都会有兴奋的感受, 一个新的兴趣, 可能就开始萌芽了。 另外除了培养兴趣之外, 也别忘了积极走出户外, 促进新陈代谢。 而财务方面, 也因为退休前后, 截然不同的风险承受力, 尽量以简单, 稳健的投资为主。 你为退休做了哪些准备呢? 可以写在留言跟我分享吗?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, 希望你会喜欢。 谢谢。 。 谢谢。